二十多年来 我将肉体留在世上 化成灵进入死后的世界 进灵的世界 而且在那儿见识到很多事情 我经历的是世人所罕见的 所以会有很多人不肯相信 但我具有绝对的自信 自信人们读到这本书之后 会相信所言一切 均为是实 从人类有文明开始 就一直试图弄明白 人们死后到底去了哪里 但这个研究非常非常困难 进展也很晃 主要原因其实 没见过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情景的 见过的人也基本都没有回来 之前我们讲过 某些人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 体验冰死体验 能够带回一些死后世界的信息 但那其实基本上 还没有进入真正的死后的世界 只是在生死交界处而已 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这个人就能够穿越生死 而且他还留下了自己穿越生死所有的记录 大家我老柯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兵的up主 灵界使者小仙 灵界纪文这本书成熟于1758年 它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记录作者自己一些奇异的经历的 作者身上他能够通过灵魂离体这种情况 而灵界纪文就是记录这些经历的书 有没有点那种地摊文学的气质 但其实这本书对整个欧文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荣格 著名作家海伦·凯勒 诗人艾莫生 德国诗人与剧作家戈德 美国政治学家科学家 本杰明·弗兰克林 揭队这本书 推崇被制 甚至其中大部分都被大英博物馆进行了保存 这本书为啥这么牛 就必须从他的作者艾曼纽·史威登堡开始说起来 艾曼纽·史威登堡出生于1688年 是瑞典人 家中是第二个儿子 他的父亲是个大学教授兼牧师 这位大使先生是个着实的天才 11岁就进入了乌普萨拉大学进行学习了 11岁就是大学生了 21岁就前往英国深造 师从牛顿 这位天才大使先生在50岁前 是欧洲非常著名的各种学家 比如说物理学家 天文学家 解剖学家 经济学家 冶金学家 地质学家 化学家 基本上在邪干青年这件事情上 能和他媲美的只有达曼奇 但是在50岁之后 他就只有一个身份 神学家 就是科学的进步是神学 对 就这意思 基本上都是学完科学之后 最后都姓神学 都姓神学 但这个人不一样 大使先生 就是所谓登堡先生 他姓神学 是因为他真的进入到神学 他进入到神的领域了 他可以进入 对 史维登堡从科学家 变到神学家 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从1744年到1745年 这一年时间 大使总在晚上能经历清明梦 在梦中 总有一个全神发出白观的人 带领他 经历各种颠覆他认知的动向 一开始 只是经历一些什么地震 火山爆发 海难 这些事情 还能理解 慢慢的 他的清明梦的内容 就越来越无法让人理解了 而在白天 这个白观就会化为一个老者 让大使看到各种奇异的景象 他的这两个经历 分别被他记录在他自己的梦的记忆 和旅行日记这两本书里面 在他的旅行日记中就记录了一次 对他影响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奇异经历 这是在1745年4月份 当时他在伦敦的一家经厂去的旅馆里面就餐 突然之间他发现餐厅渐渐变暗了 然后他看到餐厅地板上突然就冒出了很多 蛇蝉蝠青蛙这些东西 这个时候一个发着白观的老者就对他说 大使你不可以吃太多 然后这些老者消失了 地上的这些蛇蝉蝠青蛙也都消失了 大使就被吓了 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一个情况 印象过后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以为自己太累了 就躺在船上在那考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单天晚上这个发着白观的老人 再次出现在石维登堡面前 石维登堡再次经历一次清明梦 这个发着光的老者就对石维登堡说 小使啊 你是上帝派来的使者 上帝有一份非常重要的使命交给你 你将不会被带到灵界中去 要和那里的灵交流沟通 并且啊 大使 你回来要将那个世界的见闻记录下来 转告给世界的所有人 说完这个白衣人就消失了 石维登堡醒来以后 回想了整个过程的情景 其实一般人我们做梦啊 你醒来以后不会太记得梦里的情况 但是他能清楚的记得梦里的每一个细节 石维登堡相信啊 这是神对他的召唤 要给世界带来新的启示 也就从那个时候起啊 石维登堡就发现了自己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可以用意念 驻载自己的灵魂 离开自己的身体 自由通行 另一个空间 1747年 科学界的奇才 石维登堡退休 放弃了他的所有的科学研究 开始通过自己的念 让自己进入一种类似 入定的状态 这个时候他的肉体就呈现一种类似假死的状态啊 而灵魂 则可以到另外一个世界 四处遨游 石维登堡花了大量的时间 记录下他自己的灵魂在灵界旅行的见闻 一开始啊 石维登堡发表自己这些记录灵界遨游的文章 还是命名发表的 为啥 其实他也怕自己被别人戳脊梁骨 就说是为啥一个大科学家 发表这些这种神学研究 但是经过三件事情之后啊 他的这些科学家朋友 不仅完全先信了这位 石维登堡大使的超能力 而且对他发表的文章 也开始突一宠门被织了 第一件事情 斯德哥尔摩火灾 1759年7月19日 从英国回国的石维登堡抵达了哥德堡 单地的富山呢 就邀请这位大科学家到家里面做客 同时出席晚宴的呢 还有另外15个客人 傍晚6点左右 石维登堡突然站起来 独自到花园里面 回来的时候脸色残白 居促不爱 别人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三栋楼远的地方熄灭了 太好了 第二天早晨 单地的官员就邀请史维登堡 询问一下 哎 你昨天说的火灾什么情况呀 于是史维登堡就详细的描述了火灾的发生 蔓延直到熄灭的全过程 第三天晚上 终于从斯格尔摩传来了准确的消息 火灾发生的情景和史维登堡两天前描述的完全一模一样 第二件事来的更神秘叫做王后的秘密 其实经过上一件事情啊 史维登堡大使的神奇就在贵族门传开了 连当时的瑞典王后路易斯乌尔利卡都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家能有这种超能力感非常感兴趣 1761年的时候 瑞典王后路易斯乌尔利卡终于逮了个机会 召见史维登堡进宫 想测试一下 哎 这个史维登堡是不是这么神奇 女王见到史维登堡的时候就说 大使啊 你认识我的弟弟奥古斯特威廉亲王吗 史维登堡摇摇头表示不认识 女王接着说 哎 我的弟弟奥古斯特威廉亲王过世前曾经留给我一封遗书 遗书的内容 我至今从未公开过 也从未向他人提及过 你能去临界问问那位亲王的遗书的内容吗 第二天 史维登堡就再次进宫了 在呈善他各种著作的同时 请求敬见王后 然后私下和王后说了遗书的内容 王后听完脸色沙白 史维登堡再次展现了奇迹 这个时候瑞典王室也认可了史维登堡的神奇了 史维登堡在整个欧洲王室生命大造 他发表的灵界纪文也备受人的推崇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讲他的灵界纪文 其实这整本灵界纪文的相干盘法一共有八大册啊 总页数超过了1200页 所以我们今天也只是把灵界纪文这个本书里面一个大致的 三个世界的人界 精灵界和灵界 其中啊 精灵界更像是人界和灵界中间的一个过渡的世界 当人去世的话 他的灵就会觉醒 在一开始觉醒的时候呢 不会先成为一个灵 而是会先成为一个精灵 先进入精灵界 精灵界中呢 精灵的意识和人没有太大区别 基本上可能有的人都还不认为自己死去了 还认为自己活着 这样的存在 不过这个时候啊 就会有来自灵界的引导灵出现 来接引死者 引导灵呢 会协助新人精灵 尽快成为灵 进入灵界 但是引导灵是有属性的 牛头马面 黑白无 哎 差不多就这意思 我跟 我看下来 他们两个的职责 基本上一模一样 但是有点不同 就是我们的传说里面 黑白无常 牛头马面 主要是黑白无常 他们是接引这些死者的 但是引导灵不同 引导灵 它是有属性区别的 引导灵只会引导自己属性相同 或者相近的精灵 什么叫属性 它没有表述的太清楚 也可能是翻译的问题 我看那个版本的翻译的问题 它的大这意思可能是性格 因为它浓缩解释 浓缩解释就是 人与群分 物与类聚 这个群的意思 是这样的 对 就是有的人 比如说有的人的爱好相同 有的人的性格相同 就会容易聚在一起 这种引导灵和精灵也是一样的 他们可能有相同的一些性质 就使得他们能够聚在一起 然后引导灵就能引导这个精灵 摄孔接摄孔 摄牛接摄牛 然后摄孔接摄孔 可以客气半小时在这 有有有 我觉得这是对的 你说这个情况肯定有的 这个就跟我们佛教所提出的中英身一样 就是这意思 不是下 而是真的是完全一模一样 一个东西 对就是一模一样 为什么人我们在中国去世之后 是需要念佛经的 就是念佛经能够对英灵 就中英身的状态产生引导 让他去超生 对 然后也会出现 就是刚才说的那种 这个人死了 突然死去的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死 他还觉得他活着 是不是我们的传说里面 也有很多这种 这种情况 就会有引导灵 来强制告诉这个人 你死了 就像我们说的 黑白无传突然出现 强制告诉你说 你死了 我们是黑白无传 要来接你了 一样 一模一样 好 第二部分就是六层灵界 在史维登堡的描述中 灵界其实是分为两个大的区域 天堂和地狱 在史维登堡的描述中 天堂的三个世界都很相似 灵住在这三个世界中的哪一个世界 主要是靠灵的本身的灵性的高低加以区分的 住在上层灵界的灵 心灵最为开产 灵格最高 灵力最强 中灵界 其次下灵界又比中灵界稍差 史维登堡在扇灵界看到了一幅非常惊人的景象 首先他看到了一个大宫殿和四周围绕的街道 这个宫殿无法用人界的语言来形容 壮大而规律之极 屋顶上好像用黄金铺成 墙壁和地板又好像用各种各样的宝石做成 宫殿内部各房间各走栏都是华丽专员到无法形容的 宫殿旁边还建了一些庭院 庭院栽的树杆都是影子 结出的果实都是黄金的 美丽的花朵令人心患神意 全身舒畅 不同的街道有各式各样的美丽建筑 好像大都市一样 非常美丽 宫殿四周住着灵群 灵群的衣服也是白的会闪烁 整个四周充满了光明 灵群上会发出无比幸福的光辉 眼中含有高度性的和觉悟的光满 在他的描述中 灵是没有状态的 就是你认为他展成什么样子 他就展成什么样子 他什么样子 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史维登堡觉得跟他交流的是个人 那个灵就会化成一个人形跟他交流 史维登堡觉得他跟他交流的是个光球 那些灵就会化为光球跟他交流 而且史维登堡跟那些灵交流不是通过语言 是直接交流的 脑电波 严格意 他不觉得是脑电波 他觉得可能是灵流 他叫灵流 而且他还说到这些灵和灵的交流有个特点 是不管你跟他住有多远的距离 只要你想跟他交流 他立马就能跟你交流 立马就能面对面跟你交流 像这样的形式 善灵界的灵是永生的 他们是天国中 又是天堂中最幸福的一批灵 虽然说是中灵界和下灵界 稍微比他们差一点 没有善灵界的那种美丽专严的宫殿 一切也没有如此光辉 但是也非常非常地祥和 安逸 宁静 善中下三层灵界 以空气薄木般的东西分隔 不同的灵界的灵群是不相来玩的 这个跟我们的佛教当中的说是西方极乐世界 就这意思 就这意思 然后还有很多因此体验的那个也是一模一样 感受到幸福的光辉包围着自己 就这意思 你刚才的感受 和我刚开始看这本书 看到这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 就觉得四层相识 我们的传说里面也提到了类似的东西 而且我们佛教也说什么有什么大西天什么 然后那方人寿命是多少多少一年 对 这里我要跟你说一个概念 就是刚才说到一个灵群 你知道吗 有个词灵群 这个概念 对 灵群不一样 意思差不多 但是内容形式不同 啥意思呢 就是灵虽然是从人间界来的人的平衡 但是形式风格和人是完全不同的 灵在灵界是按照属性聚集在一起形成灵群的 又是那个属性 射灵和射灵 差不多就这意思 就这意思 这也差不多 哈哈哈 即便是在人界两个灵是夫妻啊 到了灵界也不一定在一起 而是会跟随自己的属性聚集 善良的灵全都聚集在天堂 这是啥雷分了啊 但是先反残忍暴力的灵就聚集到了地狱 灵要去天堂和地狱 也不是按照灵在人世间的积德行善 作恶多端来区分的 而是他们自己选 自己选择自己去天堂和地狱 能自己选吗 可以啊 那我们积德是干嘛 你积德其实是让你自己变善良 你知道什么 就是我积德我开心 我就会喜欢积德 我就喜欢善良这一遍 我作恶我杀人我残暴 我就会往残暴这边走 我在去世之后成为一个精灵的时候 我如果身前是个善良的人 我可能在那个时候就会选择善良 对 我不会选择地狱 地狱对 就是在灵界没有说谎或者诈骗这回事 是没有办法做这个 对 所以他的选择是完全按照自己本性来选择的 你原本善良你就一定会去选择善良 你原本邪恶你就一定会去邪恶 不会有这种邪恶的跑道善良的这种情况出现 而且史维登堡不同 史维登堡是个游历者 对不对 他也去了地狱 他可以去 但是他没去 他到了地狱的入口 他到地狱入口的时候 他就发现那个房间里面的整个发散出来一股非常邪恶 肮脏的气息 这个时候引导灵就告诉他说 前面是地狱 你最好不要去 就阻止他了 所以他站在地狱入口处 一段距离的地方 他就停了 他就回来了 他并没有深入到地狱里面 没有像弹钉那么满 直接进地狱了 他没有进去 但领导灵告诉他 地狱向下也是三层 越往下 越黑暗 越恐怖 也越残忍 整个地狱无休止的在争斗战争 残杀 就是这样的地狱就这样 善地到底是在啥 善地是啥呢 善地是这个灵界的太阳 灵界有太阳 对有太阳 这个太阳会无时无刻的玩周围 整个灵界散发出一种能量 这个能量它称作灵流 在天堂最上层的这些灵 能吸收最好的灵流 所以他们的永生 中层的吸收中层的 下层吸收最下 最下层的 但是他们也不是最惨 最惨的到地狱 地狱的灵流就非常非常稀少 所以地狱是整个是黑暗的 但是灵流的最终去处 不是地狱 而是人间 善地啊 他会不停地散发出灵流 灵流当然又是由灵给他供应的 就是形成了一种循环的东西 这些最擅持的灵 吸收最好的灵流 他们也给这个善地呢 贡献出最大最强的灵能 在灵界旅行的时候啊 史维登堡还反过了一群 这些太古灵 这些太古灵就告诉了史维登堡这个世界的终极秘密 太古灵群是这样说的啊 灵界和人界的关系啊 分为黄金时代 白银时代 青铜时代 而我们现在处在这个世界叫做 体气时代 这么龙龙 在太古的时候 在太古的时候 也就是黄金时代的时候 人类具有坦率之心 过着可以接受宇宙一切事物的生活 所以太古人啊 对灵界远比现在的世人要更容易接近 简单来说就是太古的人们 过着类似于灵的生活 他们也有灵的能力 就是你们刚才说的沟通 可以直接远距离沟通这样能力 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啊 我们物质世界的人啊 变得人世化 物质化 光注重外在的知识和学问了啊 为一些低密度低能量的事物占据了心灵 因此呢 逐渐的对灵界的事物开始疏远了 灵界和人界的关系也就渐渐形同陌落了 而且现在我们的人的灵觉醒度也越来越低 现代人的能力的极限 就是1777年那块1758年那块 那块的人类的能力的极限 已经无法和灵沟通了 你觉得那些人好像可以通灵 其实他们通的只是精灵而非灵 然而跟精灵对话 精灵因为还是一个人 可这些精灵对话 就会对对话这个人产生很多危险 甚至可能导致散命 因为精灵界很多这种精灵 还保持人类的习性和欲望 而且精灵呢 还有不少留着在世时的记忆 总会想我会要影响这个世人的生活 或者我还想重返人间 所以有些精灵就会利用和人的这种思想交流 流入人体 占据这个人的身体 那就是那个佛塞神 佛塞神 对佛塞 就是这个东西 太古灵群还提到 事实上灵界和人界 是一个大的世界的两个部分 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 虽然可能正面反面永不见面 但是这两面是实际存在的 客观存在的 灵界和人界有相对应的因素 灵界除了不具备物质这种实体形状之外 人界所有的一切灵界都存在着对应的东西 你想吃麻辣烫 直接它就会具现出来 灵界就这么强 你也可以吃 但是你如果成为灵 你就不会为这些东西感兴趣了 对 我觉得他们可能追求的不是这些 对 因为你所有的像你说什么大闸蟹 麻辣烫这些东西 他只要想一想 就出来了 你脱手可得的东西 就不太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对不对 太古灵还和水登堡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人界是灵界的终点 灵界的灵流也要靠人的肉体作为终点 使灵流具象化成为物质界的物质 而灵界则是人界的终点 灵要靠物质世界来聚集灵流能量 诞生心灵 这种情况叫做轮回 我们不叫六道轮回 对 其实你不觉得六道跟他的上三层下三层是一样的吗 我跟你说 我赶紧说 我后面刚要说这件事 就是 是不是六道和他说的上三层 上三层刚好是对应的 对啊 修罗道 天人道和人道是上三层 对 恶鬼道 畜生道和地狱道是下三层 对吧 是啊 是不是很像 也很对应上了 对不对 其实就这点 就是相信各位在听的人 从内容中也发现了这些熟悉的东西了 是吧 只要把我们刚才讲的那些里面的内容啊 名称 随便换一下 你就会真的惊人的发现这个对应的很奇怪 精灵 我把这个名称换成鬼 对不对 引导灵 我换成黑白无常 无法成为灵的精灵 我们换成孤魂野鬼 对不对 借由思想交流 成功流入肉体 占据此人肉体 我们称为鬼扇生 或者掌剔生 对不对 就是中国人特别熟悉的词汇 对 你就会发现这个故事跟我们那边 好像就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了 对吧 灵界六界 我们把它换成六道 轮回我就不用说了 是吧 这个故事这么一换 属于登堡一个欧洲人写的这个小说 马上就变成了我们中国的一个 故事了 如果这个死后的世界不存在 这种诡异的契合 应该也不存在 对 也不应该契合成这样 对不对 这个死后的世界肯定是存在的 就比如说那个脑科专家 就是 他写了一本书 叫Life After Life 对对对 就是 死后的世界 其实他写的就是宾死体验 对吧 所以你觉得死后世界存在的是吧 那如果死后世界真的像你说的一样 是存在的 那么一个更诡异的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了 佛陀还有我们的道教的祖师李尔 他们是不是也能穿梭生死的人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类也应该多追求一下精神层面的东西 回到太古时代是吧 黄金时代 就是现在日志肯定是比那时候丰富 那是 对吧 然后各方面都比那时候便利 但是我觉得人这个时候要 要从日志的这个东西稍微抽离一点出来 然后去追求精神世界这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有可能不是你想 不是你说的 太古时代可能比我们现在便利 对不对 只是说是他们经过了这么一个时期 又从低谷发展下来了 你觉得便利了 说不定太古比我们牛逼多了 对对 比游泽来游泽 想想 想弃就弃弄 这个是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 请不吝点赞收藏窃 请不吝点赞收藏锅 请不吝点赞收藏锅